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宜兰美食也是卧虎藏龙的多 这间一鸭三吃脆皮烤鸭外带店 是在地人大推的美食 他们用的是成本比较高的樱桃鸭 油亮金黄的鸭肉烤得皮酥肉嫩 肉汁满满 饼皮也特别 加入了姜黄制成的蛋黄色荷叶饼 养生有嚼劲 配着甜面酱还有洋葱一起吃 超级爽脆 这里的鸭花寿司同样是受到欢迎 吃得到玉子烧 蟹肉棒等等的满满配料 搭配了外层酥脆的鸭皮 香气融化在嘴里 分量厚实吃起来超级饱足 炒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它的酱就会被鸭骨吸收 这时候火要更大 再放九层糖到一层 对 这样你整个起锅的香气就会有 酱爆鸭骨炒得咸甜焦汁 香气肆意整间厨房 即便是平日午后 不用排队的离风时刻 陈玉达的锅去 你就手疼疼 炒鸭骨 真的是炒 就那甜面酱 再回去你自己家里的高丽菜再加下去 再炒一锅 第一餐第二餐都有了 超下饭的 过把鸭骨搭配毛豆莢 与特条酱汁凉拌入鸭骨 酸酸甜甜清爽开胃 不过一鸭三吃的主角这才登场 玫瑰色的鸭肉连同外皮一片片取下 皮脆肉嫩又多汁 烤鸭蛮多汁的 皮又酥香气也很香 对啊 上次吃一次就咬掉了 口碑爆棚的烤鸭 是宜兰在地人吃过就念念不忘的滋味 因为陈玉达用的是总在饭店或高档餐厅 才会出现的樱桃鸭 一个小家庭要吃一只鸭 要花好几千块 不可能每天吃啊 可是成本很高啊 成本很高啊 那怎么办 活力多小 宜兰在地的樱桃鸭 每只饲养90到100天 2.4公斤肉质又嫩又肥 陈玉达不惜成本也要便宜卖 油脂的分布都会比较均匀 看起来都肥肥骨 那这种鸭在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把里面的 就是它的内脏啊 胰脏啊 然后这些多余的油 我们要把它清掉 再塞进二十几种独门配方的 中药辛香料粉 让药柴香整个入味 把鸭肚子灌气 打成圆骨骨 皮肉分离 陈玉达一手咬起滚烫热水 浇淋全鸭 再用天然麦芽和糖醋 制成一个皮水 纯色酥化外皮 淋热水是把表面的杂质去掉 它表皮会胀开 热胀 它淋这个麦芽醋冷缩 风干一天才能把处理好的鸭子 送进烤炉 这个呢 我们俗称的叫做碳金 就是高压浓缩 那这个呢 它就是比碳金还要好一点的 我们可以叫它环保碳 所以用到两种木炭来烤 它是一个黄金比例的存在 五十分钟后 金黄诱人 鼓鼓流淌鸭油的烤鸭出炉 芝芝油润饱满 就像艺术品般透出古铜光泽 学切这个东西至少要 快一点的话三个月 慢一点的话半年 0.5公分的厚度它口感比较好 比较扎实一点 晶莹剔透的樱桃鸭 每片切得又厚又大片 鸭肉之意不断留下 鸭肉饼的灵魂角色 除了鸭肉还有饼皮 这家姜黄它比较解腻 而且也比较养神 对 然后再加上说 全台湾目前没有人这样做 因为姜黄成本比较高 撒好的金黄色面团 切成一颗颗小圆球 再摆好开排站 画面壮观又疗愈 大面积刷上鸭油 再撒层面粉 同样的步骤 陈玉达坚持重复三次 才能保湿又有鸭油香气 它这个200度的效果 你出来它是很快速的 所以这个饼皮 我们不会有失误 不会说烤到很干 嚼劲十足的金黄和叶饼 搭配鲜嫩鸭肉和微甜酱料 不只卖上好看 味道更令人魂牵梦营 它这个樱桃鸭 真的是吃下去就可以感受到 它里面的油脂有多丰厚 而且完全的锁住肉汁 加上它这个洋葱很清甜 然后配一点甜面酱 最后它外皮啊 吃得到一点姜黄的味道 所以整个吃起来 不管是你要配着吃或是单吃 我觉得都超级刷嘴 重点是要等很久 所以我建议要提早来 每次我们电话打来订 都会订蛮久的这样 烤鸭受欢迎 陈玉达格外欣慰 他原本是日本料理店的主厨兼老板 碰上疫情每月亏损十万元 才让他不得不转歪 有一次就开车去晃 放松心情 看到烤鸭店 总共在疫情的情况下 有办法生存 然后我会想说 那我也学过这个 不然就来试看看 陈玉达年少时不爱读书 曾被妈妈丢到烤鸭店当学徒 学了四年 大妈没少过 但医生记忆带着走 让他决定用适合外带的烤鸭三吃 重新开店 一开始是 也有不被看好啊 有蛮多的 觉得说你日式料理 这条路就走下去就对了 怎么会跑来做这种行业 面对亲友的嘲讽 陈玉达每天不睡觉 也要做给他们看 我另一半给我的 真的喔 对啊 那我怎么回事 他就说没关系啊 你做 他说你成功一定会成功啦 失败也是以后的事啊 拼着坚持 陈玉达做到了 但心里那股日料魂 偶尔还是会被燃起 于是他发挥创意 把日料和烤鸭做结合 鱼蛋 龙虾沙拉 玉子烧 蟹肉棒统统卷入 一口咬下 吃得到满满海鲜配料 生菜脆口清爽 搭配外层酥脆鸭皮的香气 融化在嘴里 分量厚实吃得超饱足 鸭油蛋拌饭 更是老饕必搭配的新头号 用烤鸭食滴下来的鸭油炒蛋 焦鳞特调酱汁再拌入月光米里 白烟飘散出震震香气 看似平凡 咸香滋味滑顺又好入口 今天我们不煮的话 太快了你就鸭油蛋拌饭 再带回去刚好 你自己也喜欢吃这个吗 喜欢 成功的背后 承载着陈玉达的认真踏实 就像一只只浴火烤鸭 它要在小小店面继续燃烧 欢迎收看今天的非凡大探索 我是佳莹 舌尖上的鲜滋味 一口一口让人难以忘怀 在台北市公馆商圈里头 有一家创意米粉汤 招牌的霸气龙虾米粉汤 有着巨大的泼湿的龙虾 称霸了整个大碗弓 旁边铺满了蛤蜊鲜味十足 即便两个人一起吃 也相当有饱足感 除了米粉汤之外 很多人来到这里 都还会再点上一碗卤肉饭 吃起来咸香黏嘴的卤肉饭 搭配炸的香香酥酥的红烧肉一起吃 实在是绝配好过瘾 蝉腰着鲜艳橘红色的 巨大波士顿龙虾 横跨在大碗弓上 看起来好豪气 还有整碗满满的蛤蜊 看起来就像是一朵朵浪花 这碗还未十足的 招牌霸气龙虾米粉汤 以磅礴的气势重磅登场 就真的是很霸气 就是会惊艳到 而且就是上面一只龙虾 然后旁边有很多蛤蜊 就是海陆大餐 我觉得就还不错吃 就公馆美食 蝦子还会来 蝦子还会来 北美的虾肉 清甜的汤汁 让吃过的客人念念不忘 加上料多实在深受客人青睐 但是如果想要在美食如云的 公馆商圈打出名号 除了靠创意吸睛 老板胡玉阳说 他还有这个秘密武器 我们的汤的话最主要是 我们家祖传五十几年的一个配方 然后下去做一个 就是微调之后 然后就变成我现在店里面的 一个口味这样子 祖传三代的秘方 到了胡玉阳的手里 却想玩出新花样 他以家传高汤为基地 再自行研发其他汤头 而且每一样都要真材食料 用心炒制 我们芋头百骨酥的话 我们是先熬自己的芋头酱 那芋头酱的话 就是先炒虾米香菇 爆香了之后 下我们的高汤 然后再下我们的芋头 我们是选用槟榔杏芋头 那熬出来的芋头 才会有芋头的香气 会更浓郁这样子 然后把它熬成泥了之后 再搭配我们的高汤 还有排骨酥再去熬 那就会变成我们的芋头排骨酥 这样子 请养与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